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俄罗斯造成场的窘境让人想到了去年发生的一起臭名昭著事件 俄罗斯的独苗妙航母库子涅索夫上将号在成场维修时 甲板被浮动干成屋砸了一个大洞 由此看出俄罗斯成场连维修都无法完成 更何况建造新型军舰 美专家称 我不知道俄罗斯在没资金的情况下 怎么完成在9年增加180艘军舰的计划 不过要是建造一些小型军舰 或许180艘的目标能够达成 不过美国海军也在遭受一三不足的困境 很多军舰才够被推迟 由于成场技术人员不足 美海军需要维护大修的舰艇无法计划进行 尤其是对珠母2特级驱逐舰和福特级航母的大量投入 但投入和产出完全不符 更糟心的是 自首批三艘花费200亿美元后 美海军终止了接下来的24艘订单 正在建造的两艘福特级航母 单价130亿美元 也根本停不下来 分析称 俄罗斯没有足够资金达成大规模的造舰计划 美国也因为决策失误舰艇问题频出 真正让他们担忧的是 中国海军各种先进战舰陆续建造和服役 不过俄媒曾表示 俄罗斯要想快速发展海军 只有向中国求助 无论是建造新型航母和维护航母 或许采购驱逐舰和护卫舰 中国能提供全套方案 曾经苏联是中国现代舰艇的入门师傅 现在可能会调换下位置